台湾知名绘本作家吉米与县政府合作 在宜兰火车站旁规划的全台首座吉米主题广场在上周开幕 启用后的第一个假日人气就非常的旺 从早到晚都有民众来这里拍照观光 不过车子也都围停在红线上 行人也直接越过分隔岛过马路 不但危险而且也造成了交通问题 重现三大绘本故事场景的吉米主题广场 启用后人潮络绎不绝 许多车都围停在红线上 警方放置交通追之后 游客换个地方反而把车停到对面的车道 同样的挤压行车空间 这边的话基本上只有两个车道 所以你围停的话只能变一个半车道 对于机车歧视跟一般的开车用路人都非常危险 这边又是我们依然的重要的交通干道 所以希望相关单位可以再加强 位在宜兰火车站旁的吉米主题广场 除了小公园之外 还包含对面的立体装置艺术 游客要拍照留念 却也危险的直接穿越马路 宜兰警分局表示 但是大家有反应 游客普遍都是在后面的分割岛直接穿越 对开车的我们的市民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宜兰警分局表示 这几天警方会加强引导民众 将车辆停放到对面的私人停车场 以免影响交通 连来新闻记得彭福汉长报道